只把公民权下修到18岁是为德不足 要做就一起做 那当然早先民进党建议下修公民权 国民党建议不在一起投票 那为什么不各取所需呢 我现在在谈18岁公民权 我查了一下 的确世界上现在主要国家都 把公民权降低到18岁 甚至还有降到17岁的 这是全世界采取的 等于是一个主流的做法 但是同时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主流的做法 就是不在即投票 我查了一下 也是根据以前那个监察委员的 他们调查的结果 李炳南 李炳南好像台大教授 全世界现在 国会选立法委员 就是选国会议员的 有126个国家 采取不在即投票 可以在别的地方投 选 总统的有88个国家 可以不在即投票 公投的 有很多公投 有74个国家 可以不在即投票 全世界只有50几个国家 没有实施不在即投票 中华民国是其中之一 所以我认为 只把公民权下修到18岁 是为德不足 要做就一起做 那当然早先民进党建议 下修公民权 国民党建议 不在即投票 那为什么不够取所需呢